拜拜 拜託 拜託 謝謝學姐 我們來比愛心 然後學姐們呢 這邊比愛心的畫 好 愛心 我們來比愛心 學姐們的畫面 學姐們的畫面 浪劫四目前已經完成了四次公演舞台 十二位姐姐提前結束乘風之旅 二十一位姐姐繼續追夢之旅 求此現在四公舞台遺憾止步 這個結果不僅讓賈靜雯 孫月 劉亞瑟等一眾姐姐落淚 也成了很多觀眾的一難評 浪劫四五公舞台是總決賽前 最重要的一次公演舞台 拿下第一名的聯創隊全員 都成了乘風創始人 所以成績對於三大聯創隊來說 意義重大 而在整個分組選取的過程中 三位隊長的差距徹底體現了出來 Ella一如既往的大器有格局 既考慮團隊的每一個成員的配置 也會適當的給姐姐發光出彩的機會 我已經起來了 誰送的 這次要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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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 這次要分辨 這次要分辨 我又整口日子都跑 就告出他流行啦 好 全部帶回家 全部帶回家 嘿嘿嘿 我二子現在比我還要紅 嘿 我什麼 嘿 我就空氣 他自己繼續當保姆 把跨聯隊的EVSE合作秀 連創隊同曲目PK賽的寶貴機會 都給了團隊實力比較強的支服 希娜在四公被罵後也終於清醒了 武功舞台不再過多的搶戲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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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可達 我熾起大 是不是被關在裡面有點發瘋了 沒有我沒有被關在裡面 其實我不能住 而且演出結束就很放鬆 然後我要吃點東西 今天晚上還很長呢 這蛋黃有多大 好好吃哦 我可以每天吃 你已经每天吃了 我知道 宿舍 来介绍我的房间好了 我都习惯住在一楼 这是我的房间 宿舍里面呢 都会有很多的摄影机 这里有一台 然后这里有一台 然后这里有一台 再来 这里有一台 一共四台 跨联创EVSE合作秀 联创对同曲目PK赛的表现机会 都给了黄丽玲 这样的安排结果也是众望所归 黄丽玲的综合实力 也配得上这样的舞台机会 争议发生在了Abber身上 别的姐姐都主动让弦 把表现的机会给团队的其他姐姐 唯独她一心想要发挥自己的特长 跨联队EVSE的合作秀 跨联队同曲目PK赛的机会 都给了自己 和四公谢娜的做法 简直如出一辙 Abber连创队 真的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吗 事实上并非如此 刘希君 卢锦山 美里亚等姐姐 都很适合代表团队出战 他们也同样想要在舞台上 展现自己不一样的表演风格 可惜的是 Ella不是带着她儿子吗 她儿子太会聊天了 她儿子会记得每一个姐姐的名字 然后她妈妈平时练舞的时候 Ella平时练舞的时候 她儿子都学会了 然后她儿子很喜欢小美姐姐 那天我的化妆台 正好是跟小美在一起 然后那天Ella她儿子就过来 群姐姐你会讲英文吗 你跟她问一下问题 我说群姐姐讲英文 小美姐姐听不懂 我说 我是男子 我说你想知道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小美姐姐中文学的怎么样了 大家很喜欢小美姐姐 就很可爱 很能聊 对 可惜的是 队长Ebert并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感受 在歌曲出现的那一刻 心里想的只有她自己 选曲时出现I'm not yours 这首歌时 Ebert两眼放光 好像这首歌就是为她量身打造的一样 而在练习室里通过曾可妮之口 观众才知道Ebert之前并没有听过这首歌 甚至还提出要降半吊的想法 此前节目打造的全能ACE人设理不住了 最尴尬的是团队选取环节 卢靖山表达了对于国风作品的渴望 刘希君也是提示Ebert入化江南 可能更符合卢靖山的口味 但是Ebert坚持自己的想法 并没有考虑到队友的建议和想法 最终还是选了星光派对 从武功的比赛结果来看 Ebert的决策出现重大失误 她所选的星光派对最后在团秀中倒数第一 而她放弃的入化江南恰好拿到了第一 谢欣在武功被淘汰出局 Ebert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海外女团成员之一 Ebert在浪姐四自带光环出场 也成了节目组力捧的对象 一开始就拿到了金主的代言 出舞台解锁成风创始人的资格 最后成了三大队长之一 人气也不断的攀升 早早就拿到了人气第一名的好成绩 从节目的镜头展现量和故事线来看 Ebert同样也是节目的宠儿 练习室有完整的队长成长线 真人秀也埋着各种CP线 节目组不仅派来舞者谢星来助阵 还有美伊里亚刘希君 卢靖山孙月等成风创始人全程保驾护航 这样的待遇连亲闺女谢娜都没有享受得到 谢娜竹竹卢靖山等被力捧的姐姐 早早就暴露在了镜头之下 网友的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同样被力捧的Ebert却在闷声发大财 通过节目实现咖位和人气的逆袭 成了姐姐中的大赢家 在《愣解4》中 Ebert被塑造成各方面无短板的六边形战士 但是从次次公演舞台下来 最初圈的舞台并不是由他贡献的 虽然成长线CP线剪辑了一大堆的内容 可惜并没有掀起太多的水花 《愣解4》三宫队长合作秀 六边形战士Ebert虽然赢了其他的两位队长 但是结果也产生了巨大的争议 Ella展现了作为女团OG的舞台硬实力 唱跳rap等全方面出彩 Ebert在丑衣服的祝福下 彻底打碎了滤镜 赢了比赛 反而失了人心 从三宫队长合作秀到四宫分组选取 Ebert也展现了自己的野心 可惜的是 他目前的舞台实力 个性魅力 话题人性的 与这种野心并不相匹配 久而久之 观众也彻底逆反了 最终所有积累的情绪瞬间爆发 事实上 Ebert在内娱市场也参加了不少的综艺 还当过大热节目的导师 但至今 还是没有彻底打开知名度 运气是一部分 自身的风格 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 这种风格在浪姐系列节目中 同样是一把双刃剑 同类型的姐姐太多了 观众早已经审美疲劳了 不论是资源如何倾斜 想要翻红的难度非常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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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